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谈一下函数 函数我们在C里面介绍的也比较清楚了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C加在C的基础上增加的一些特性 在C加概述那一节我们简单介绍了函数的一些东西 这里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 引用作为函数的参数 引用作为函数返回指导 以函数的默认参数及函数重来的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引用 我们知道引用是C加加引用的一个新的特性 以C加加中也比较常用 能够正确灵活的使用引用 可以使我们的程序看起来比较简洁也比较高效 引用表示给变量起一个别名 他们共享相同的内存区域 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有一个人就有两个名字 这两个名字都是指的同一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定义一个引用 定义用比较简单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变量A 给它复制这个0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A的引用为B 这个时候只需要在变量名之前 类型名之后下一个按的符号 这个时候就表示B是A的别名 比如说B是A的引用 同时是要注意引用在定义的时候 就必须要初始化 同时在初始化之后 这个别名就属于 就不能再成为其他别量的别名了 引用的主要的用途会用在参数传递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引用用在函数参数传递上的一些用法 大家在学习C眼的时候 我肯定写过实现两个变量交换的这个函数 这里我来写一下这个函数 写个名字叫swap 就有两个参数 定义成A,A,B 首先要定义一个 因细变量tamb 把A复制给它 接着把B复制给A 之后将B,tamb给B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写这个函数是有问题的 它是没办法实现食餐的交换的 因为食餐在传递给行餐的时候 就使用传值的方式 我们在函数内部只是改变了行餐的 这样的值 对食餐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我们需要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指针方式 大家都比较熟悉 这个我们就不介绍了 第二种就是使用我们今天介绍的传引用的这种方式 怎么做呢 我们只需要在暗期之后 这类型之后 编辑名之前 加一个暗的符号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是传引用的方式 这个时候 行餐的A和B 就是食餐的别名 这是引用在作为函数参数的一个应用的方面 希望在函数内部改变食餐的值 第二种方式就是寒数参数是一个比较大的对象的时候 为了避免传值方式的这种拷贝 因为拷贝是需要代价的 所以乘息的性能是有影响的 为了避免这种拷贝 我们可以采用指针或者是引用的方式 指针也可以实现 那使用引用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不需要像指针那种起地指符 用指针要将使三传地过去就可以了 比较的直观比较简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一个大型的对象 结构体作为函数参数时 使用引用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构体 这个名字叫 BIGSTRUCT 表示一个比较大的结构体 我们内部定义一个 ING类型的别量 这里我们来定义一个ING类型的B 它包含1000个元素 这样的话 这个stack就比较大了 就有几k的大小 下面呢 我们来定义一个函数 来使用这个结构体 我们定义一个font 比如说我们使用BIGSTRUCT 就是A 我们在函数内部使用的话 现在看书已经写好了 这种方式是传值方式 其他在付给显摊的时候 需要拷贝 这个结构体只有4K 所以说拷贝起来 如果平凡的拷贝的话 是很耗费性能的 为了选择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在类型的后面 在变量名之前 加一个按照符号 这样呢 就防止了拷贝的发生 如果说你是仅仅是想避免 行十餐到行餐的拷贝 而使用引用的话呢 你的内部不希望 这个函数更改 这个十餐的值 使用引用就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在引用的前面加一个cons 表示说我的这个参数 是不能修改的 这样就防止了在函数内部 避免错误的修改 关于引用作为函数参数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了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引用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引用作为函数返回值呢 大家怎么去定义它呢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它返回一个 我们前面定义的 BigDragon这个节奏体 为了使用引用呢 我需要在类型之后 加个按照符号 这样就可以使用 引用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引用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的好处呢 跟作为函数参数 也是一样的 也可以避免拷贝 如果说你不希望 函数返回值 方案对修改 你也可以在前面加一个cons 都是可以的 引用作为函数返回值 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我们在学习指针的时候 就知道不能返回局部变量的指针 那引用跟这个是类似的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也不能返回 几乎变量的 因为在函数返回的时候 那个几乎变量 已经被销毁了 如果继续访问这个例子 那会导致不意料的错误 如果一定要使用引用 所有函数的返回值的话呢 是以要保证 一所返回的这个变量 在函数正义之外 也是可见的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函数的默认参数 什么叫做函数的默认参数呢 就是说我们在定义函数参数的时候 可以给这个参数提供一个默认的初始值 这样的话 我们在定用函数的时候 可以省略 具有默认值的这个参数 就是说 用户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给这个参数付了一个初始的值 那么在定用的时候 就可以省略 具有初始的这个参数 默认参数的使用呢 是分为两步 第一步呢 第一步呢 在函数声明或者定义的时候 给你想要省略的这个参数 负一个默认的初始值 第二步呢 是在真正定用的时候 你可以省略具有初始值的参数 下面呢 我们来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设计一个机器人 我们要设计一个控制机器人移动的 一个木工方法 木工方法呢 具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告诉机器人要移动的部数 参数是step 第二个参数呢 是delta 表示每一步的长度 这种方式呢 是我们定义的时候 比较常见的方式 那默认参数是怎么指定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参数 后面 来 使用一个复制认算符 给它一个初始的值 比如我们step给1 delta给20 表示我们默认是走一步 每一步的长度是20 那我们在真正定义的时候呢 可以 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显示的指定 每个参数的值 比如说我们step 成为2 delta要填40 告诉机器人 走两步 每一步的长度是40 下面一种方式呢 我们给step的值 负2 但是呢 我们delta是不提供值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给delta 负了一个默认值 是20 但是我们在掉用的时候 省力了delta的值 这个时候 编写就会使用delta的默认值 是20 第三种方法呢 不指定参数 这个时候 step跟delta 都是使用默认值 step的值是1 gat的值是20 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个 我答了一点的例子 我们再定一个函数 叫fun fun的参数比较多 第一个参数是i 第一个参数是j 那默认值是10 第三个是k 默认值是20 第四个参数是l 默认值是30 那我们掉用的时候呢 就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为他每一个变量都提供值 10 20 30 40 这个时候他就会 方个就使用我们 我们现在显示指定的这些值 第二个掉用方式呢 我们可以 你可以是10 20 30 我们省力l的值 那l这个时候的值就是 因为我没有给他提供值 这个时候就是使用l的默认值 是30 好 第三种方法呢 我们给i指定值是10 g的值是20 我们省力k跟l的值 这个时候k跟l都使用默认值 就是20和30 下一种方式呢 我们只给i 或者指负值是j kl 都使用了默认的值 因为i 我们没有给他提供默认的初始值 所以说我们不能省略i的值 如果省略的话是编译不过的 其实默认参数在实际使用中 使用的并不是很普遍 但是呢 但是呢在很多情况下 却很适用 要在使用默认参数的时候 是要注定以下几点 第一点呢 如果我们为一个参数设定了一个默认的初始值的话 他后面的所有的参数 都要有初始的值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去为j 设定一个默认的初始值是10 那么k跟l都要有默认的值 不能说j出了一个默认的值 但是k或者l 他们有一个没有提供默认的初始值 这都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保证他和他后面的所有的参数 都提供了默认的初始值才可以 另外一点呢 我们可以在函数声明或者是函数定义的时候 指定默认的参数 但不能在两个地方同时指定 就上面我们是在函数声明的时候指定的默认 在函数定义的时候呢 就不能再指定默认参数了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函数重担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 一个词可能会有多种含义 比如说洗衣服洗头洗车 都有一个洗字 但是他们的操作方式完全不一样的 函数也是一样 比如说这些函数的操作方式不完全一样 但是名字一样 我们就称这种方式为重担函数 所谓的重担函数呢 就是指在同一个作用域内 有一组相同函数名 但是参数列表不一样的函数 我就称这组函数为重担函数 在定义的时候呢 缘译器会根据实餐跟实餐的类型和个数 进行最佳的匹配 自动确定定用哪一个函数 为什么要有函数重担呢 比如说我们对不同类型的数据 进行类数的操作的话 需要定义多个不同名称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定义一个print函数 print函数可以操作 antifloat和string类型的变量 这个时候为了区分它们 我们在打印anti类型的时候 就需要定义一个printanti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在打印float的时候 就需要定义一个printfloat 我们在打印string类型的时候 需要定义一个printstring 因为它们都具有类似的功能 我们需要记住的函数名字太多了 这是很不方便的 关于重载呢 大家之前没有介绍过 大家一直在使用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用的 加好预算符 加好预算符呢 可以对暗器类型进行操作 也可以支持float类型 以及我们前面介绍的string类型 我们称加好预算符 是预算符重载 预算符重载呢 也是一种函数重载的方式 我们在后面会介绍一下 如何实现我们自己的加好预算符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重载函数呢 它们的函数参数列表相从 但是函数的反位值是不一样的 这并不是重载 编辑器在编辑的时候会报错 没报重复定义的错误 参数的类型还是个数 必须有一样是不一样的 定义器在决定定义哪个函数的时候 是根据实参跟形参的类型 以及个数进行匹配的 另外呢 因为重载函数都是 具有类似的功能的一些函数 尽量不要把具有不同功能的函数 定义的重载函数 实话是很容易让人无用的 下面呢 我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还有重载的一些值点 首先呢 定义一个参数 at 它可以返回两个变量之和 好 第一个add呢 它的参数是ng类型的 因为是nga,ngb 好 我们return a加b 好 再定义一个重载的 这个时候它返回floats类型的 loats a loats b 好 return b加b 好 第三个重载函数呢 是返回两个double类型的取核 double a double a double b return a 加b 这样的时候 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直接这样用add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anti a 等于10 anti b 等于20 那么我们定义 add的时候 直接写入ab 这个时候 因为anti 因为a和b 都是int 这个时候 编译器 double 13 跟形3 经匹配的时候 发现第一个盘数是完全匹配的 那么它就会变用第一个add 我们再定义两个变量 float f1 10.1 float f2 20.1 我们定义下add 然后传入fe f2 因为这个时候fef2 都是float类型的 跟定义器在匹配的时候 发现第二个重载函数 是比较匹配的 它就这么定义第二个重载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重载是比较方便的 只需要记住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只需要为每一种类型 都记一个名字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三个函数 只是反围值的类型和参数类型 不一样而已 它的功能 内部实验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有办法能写一段通用的代码 剩余不同类型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像写上面这三个函数一样 每一种类型都需要实现一次 其实呢 这可以通过函数模板来实现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函数模板 什么是函数模板呢 所谓函数模板 实际上是通过创建一个通用的函数 其函数的反围值类型和参数类型 没有具体指定 我们用一个虚拟的类型来替代 这个通用的函数呢 就会成为函数模板 凡是函数底相同的函数 都可以用这个函数模板来代替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定义多个函数 只需要在模板中定义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在定用函数的时候 系统会根据实弹的类型 来取代模板中的虚拟类型 从而实现了普通函数的功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函数模板的定义方式 首先呢是template template呢 中文意思是模板 它是用来定义模板函数的关键字 关键字template的后面呢 是一对兼括号 兼括号的内部 是由typeName 跟着一个虚拟的类型 这个虚拟的类型 被称为数据类型参数标志符 我们可以在兼括内部定义多个数据类型参数标志符 它们中间可以使用逗号来分隔 再往下呢是函数的实现 我们在函数内部实现的时候 内部的具体的类型 就被上面我们定义过的虚拟的类型给替代了 数据类型参数标志符呢 实际上是一个类型型参 我们在使用函数模板的时候 是要将这个行参实地化为具体的数据类型 这个过程是编译器来确定的 这个介绍起来比较抽象 下面呢我们来通过代码来介绍一下 这里呢我们为上一节 我们介绍的add函数来定义一个模板 首先是template关键字 后面跟着一对兼括号 先快到name呢是以tipname开始的 tipname也是一个关键字 后面是虚拟类型 这个虚拟类型的学名呢 被称为数据类型参数标志符 这个比较长 再好记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t 如果你也需要其他类型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定义 定义其他的类型 比如l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了 我们只需要定义一个可以使用了 下面呢是函数的实现 我们在实现的时候 就要将函数的返回值的类型 或者是函数参数类型 使用虚拟类型来代替 因为它返回值是跟 参数类型的返回值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使用t这个类型 后面是add函数 里面是 内部呢是return a加b 这样呢 我们函数模板就定义好了 定好之后呢 我们怎么去使用呢 使用方式比较简单 只不过我们平常 一般的函数的时候一样 我们删入两个参数 分别是 10和20 这个时候呢 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 检测到参数的类型 是anti类型的 这个时候呢 就会自动将 这个t类型 替代为anti类型 编译器在内部 会执行这种 类型替换的操作 它会生成 类似下面这种的函数定义 它将t替换成anti类型 替换成anti类型 替换成了 antiA antiB returnA加B 这个是编译器替我们生成的 这个由虚拟类型 生成具体类型 函数的过程呢 我们承担为 函数模板的实力化 下面呢 我们再定义 两个float类型的变量 F1 10.1 F2 等于20.1 我们再用 add函数 分别乘入F1 F2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参数类型 是float类型的 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 会将t类型 替换成float类型 它会生成以下的这种函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float float a float b return a a b 本来我们在充诈的时候 是要自己去定义 现在编译器替我们执行了这么多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 函数模板 行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只是要定义一个函数的实现就可以了 用函数模板比函数重载更方便 甚至呢 程序也更加简洁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函数重载只适用于函数的参数 个数相同 但是类型不一样 函数体的这种算法也是一样的情况 如果参数个数不一样的话 那就不能使用函数模板了 但是在函数重载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限制 内部的实现呢 它可以完全不一样 还是模板 其实在平常使用中 是不是很常用的 与函数模板相比 我们更广泛的是类模板 类模板呢 我们后面会介绍 大家在这里只是要简单了解一下 还是模板的定义即可 后面我们在介绍类模板的时候 还会详细的介绍一下 模板的一些知识点 今天内容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